五公主 诸位贵客 我已禀名岳飞 岳飞安排诸位 建议留宿在龙园 程少少 你可知 已如金宿的宫殿 原本是我的住处 若五公主想在长秋宫夜宿 我也可以另行安排 不必了 大首母后又要训斥我铺张 永乐宫我还没住过 住两晚也未尝不可 小娘不怎么受伤 受伤 有车 程将心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快 快把程将心救上来 快啊 行行 行 这人厉害吗 快上了呀 还好吗 这人好漂亮 我后不是一直夸你 有才能又娴淑 说得天上有地上无的 怎么今日带个路 都能带进湖里 就是 人家夸在符上的 跟个水压着似的 吴公主 再扔不下去 会出人命的 这世上哪日不死人 一条人命而来 做什么大事 这成娘子自己失足落水 我们也不失水性 无法失效 要不 你跳下去就 是啊 还有啥 这水里是不是有蛇啊 快上来呀 快快上来呀 水里真的有蛇啊 这水里有蛇啊 快快快跑啊 走 走 走走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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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少商 你给我听着 今日我进宫可不光是为了明日的寿宴 我便是冲你来的 今日不过是个教训 以后见了本公主最好老实些 否则 这次是没毒的蛇 下次便说不准了 不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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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道出忤逆公主之罪 傅家会如何待你 五公主 我们不曾瞧见什么 是啊 我们早早地就回去歇息了 这成娘子回去途中意外落水 被蛇咬了 那也是他自己蠢不是吧 什么声音 谁 出来 大伙都在呢 五皇兄 这是背着五嫂嫂又与哪位工人私会呢 五皇兄还是别让人知晓自己偷偷出来过 否则 父皇没准对你更失望了 五嫂 我路过 什么都没看见 我真就路过 你也没什么时候来的 这五皇子 不会将今日之事说出去吧 不过是个工人生的猎种罢了 客气才好他一声五皇兄 我倒是觉得他与那丑娘子还挺般配的 他与那丑娘子还挺般配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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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